连续几波寒流来袭,今年冬天特别冷 长达半个月之久的低温湿冷天气 瑞黑香五鹤茶台地的茶树生长的速度减慢了 加上夏季干亥,树式还没有完全恢复 使得今年冬茶产量是明显减少 甚至有小农只有38斤的产量 低温湿冷了近半个月之久 今天终于等到阳光露脸 五鹤台地的茶农将现彩的茶经获着陈露 进行日光尾雕,一家老小蒙成一团 从去年12月底开始 强烈寒流接二连三的来袭急动全台 瑞瑟香五鹤台地茶树,低温多雨 湿冷的天气,伸展速度慢之外 茶农指出去年夏天严重的旱灾 茶树术势尚未完全复原的关系 也使得今年冬茶产量也明显减少 灌灾的时候就是到现在来讲的话 都有影响到冬茶的那个采收的那个影响力 过来就是说夏雨太多了 以及跟它的那个气候问题 所以说采收今年的采收率比较失收的比较多 虽然每年冬近多数茶农进行茶树修剪汁 让茶树修养生息一代来春 不过看天看茶制茶的茶农 也依冬茶的特性制作成冬片或乌龙茶品 茶汤滋味、香气底韵非常有特色 每年的产量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 今年应天后影响甚至 产量少得可怜 能有四到五十斤的产量 茶农笑着说都是天赤的幸运 记得食欲来瑞瑟采访报道